1月15日,路透社的一家独家报道,暴露了一家百年巨恶的野心,高盛集团正在考虑进行大局收购,以提升其网上银行Marcus的行业地位。 要理解这一消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首先要明白高盛和Marcus这两个名字背后的意义,您可能要问了高盛是谁,之前为啥没怎么听过。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定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原白宫经纬主任加里克恩,原总统高级顾问班农,原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都出自高盛。 这几个岗位约等于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中央政研市主任、央行副行长和银保监会主席。 中国的BAT等巨头对高盛也很熟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蔡崇信、刘志平和柳青这些二把手的履历,没错,也出自高盛。 就算这样你还是没有听过高盛,那么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中国银行原油宝事件多少该优而闻。 这些国际性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受益者,或者说推动者也是高盛。 不过你听没听过,高盛早已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不夸张地说,这家财阀机构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全球经济的走向。 至于网上银行Markers,则取名于高盛创始人马库斯·格德曼。 这家银行从四年前诞生,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入场之后就迅速成为业界一流在线储蓄银行。 尤其在2020年之后,由于疫情蔓延,全球线下消费转到线上,高盛更加盯紧了线上银行这个香波波。 而我国近年也在积极布局数字货币,纵观高盛的经历,一旦出手势在必得,即使自己得不到,也绝不会让别人好过。 此时回头再看关于高盛那则消息,意义必然大不相同。 1869年,充满传奇色彩的高盛创始人,德义犹太人马库斯·格德曼,在纽约曼哈顿南部松树街一间狭窄的小屋里,挂出了马库斯·格德曼公司的招牌。 这一年,他48岁,父母是养牛的农民,家中6个孩子。 由于家庭生活窘迫,哥德曼在27岁那年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成立马库斯·格德曼公司之前,他已经做了21年的马车夫和裁缝老板,服务过很多有钱人。 这一次,他决定按有钱人的玩法去玩一场。 那时,哥德曼主营的业务是商业本票,因为当时企业缺乏融资渠道,会向珠宝商和皮革商那里借钱, 立下字句,按约定时间还钱,这些字句就是商业本票,并且可以流通,谁拿着字句,企业就把钱还给谁。 此后,哥德曼高调宣称,自己是银行家及经纪人,每天穿着双排扣的常礼服,戴上绅士高帽。 沿曼哈顿下城的侍女像挨家一户寻找机会,从资金困难的商户手中低价收购商业本票, 然后他再加价0.5%,转手卖给商业银行。 这种买卖就是投资银行最初的传统业务模型。 到了1883年,71岁的哥德曼经过20多年积累,已经把生意做到一年3000万美元的规模。 为了继续扩大生意,他把女婿Sam Sacks吸纳成了合伙人,至此,爷俩姓氏合并,高盛就诞生了。 如果没有1907年因缘巧合的一个小事,高盛有可能就止步于此了。 有一天早上,一个16岁的年轻人推开了高盛在华尔街的大楼,弱弱地问了一句,你们还招人吗? 这个年轻人叫希德尼·温伯格,出生在贫民窟,13岁就辍学的他毫无疑问地被拒绝了。 然而他不甘心,把电梯里的23层楼都按了一遍,每一个隔间都进去询问。 最终,高盛给了他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清洁工,还是助理。 这可能是一个比北大保安和清华打贩师傅更励志的故事。 入职后的20年,温伯格勤勤恳恳,从清洁工助理做到传达士领班,再做到合伙人助理,最终在1927年成为高盛的合伙人。 两年后,温伯格的机会来了,1929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道琼斯指数直线下跌,高盛的银行业务直接损失1200万美元。 亏欠还是小事,由于投资失误,高盛生育扫地,此后连续5年接不到一笔承销业务。 按理说这样的公司就应该破产了,但温伯格不这么想。 1930年,38岁的温伯格,林威寿命,出任了高盛掌门人。 他掌舵高盛整整15年,高盛利润始终为零,但也正是坚持不挣钱才挽救了高盛。 这期间,温伯格只做了一件事,挽回高盛的声誉。 此后15年,高盛到处免费给客户做咨询,虽然免费,但服务不打折。 至于温伯格则更加偏激,对于股东与合伙人表现出极高的忠诚。 此后他只使用希尔斯公司的厨房用品,只吃卡夫公司生产的奶酪。 当福特成为客户时,温伯格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凯迪拉克,购买了福特汽车。 不论客户大小,温伯格一视同仁。 根据后来的股神巴菲特回忆,当年他10岁时,跟随父亲到华尔街,第一次见到温伯格, 对方竟然跟自己这样一个小孩一对一聊了半小时之久。 温伯格的坚持终见回报,高盛逐渐获得客户的信任。 1956年,福特公司在温伯格的帮助下发行了6.5亿美元的股票。 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首次公开募股生意。 同年,温伯格的面孔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高盛集团再次回到万众瞩目的中心, 跻身华尔街顶级投行队列。 这个被誉为现代高盛之父的人,更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政治眼光。 高盛的能量级也由他而发生巨变。 美国1932年总统大选,由总统胡福对阵纽约州长罗斯福。 胡福政治资历深厚,且与华尔街有关系密切。 华尔街大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支持他的。 而温伯格不但站出来帮助罗斯福竞选, 还掏出真金白银,成为其竞选委员会中筹措资金最多的委员。 最终,罗斯福当选第32任总统, 温伯格的押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他不但进入了新政府的商务顾问委员会, 还当上了二战期间的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助理。 自此,高盛这家投行就与美国政府开启了长期友好关系, 甚至被誉为美国高官的西点军校。 高盛先后为美国政坛输送过鲁宾, 保尔森和姆努钦三位财政部长, 四位美联储地区主席 和十余位美国高级经济政策顾问。 白宫的后门越走越顺, 高盛越来越像美国的国家资本, 其行事方式也越来越像美国, 很多事都不摆到民面上, 而是阴着来。 对于这家跨国公司, 郎贤平曾做出这样的呼吁, 高盛太可怕了, 请珍爱生命远离高盛, 因为在高盛眼中只有利益, 任何岛路的人都会被清除。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90年代, 美国经济快速发展, 金融政策宽松, 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 那些信用不太好, 偿还能力弱的人, 开始通过次级抵押贷款, 购买住房, 跑步入场。 2007年2月, 经历过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堆积出肉眼可见的泡沫风险, 同年8月就已经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 第二年, 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投资失败, 宣告申请破产保护, 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当时, 作为救世行动的总指挥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 却拒绝了救助雷曼, 自此市场信心崩溃, 股市狂跌不止, 引发全球金融动荡。 鲍尔森为什么不救雷曼和高盛有什么关系? 首先, 在做美国财政部长之前, 鲍尔森曾担任高盛集团主席和CEO, 其次, 纽约时报曾曝光了超过20份鲍尔森和高盛时任CEO布兰克坟的通话记录。 华尔街日报还曾撰文揭露高盛交易员操控股价, 做空雷曼股票的事情。 无论真相如何, 事实是, 雷曼这个竞争对手倒闭后, 高盛是最大的获益者。 2009年, 就是雷曼破产后一年, 《名利场》杂志日前推出了那年信息时代百名权势人物排行榜, 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坟排名首位。 在清除对手的同时, 高盛也并没有闲证。 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 非洲的利比亚在高盛的建议下, 做了12亿美元的高杠杆投资。 具体的投资内容比较烧脑, 简单说, 是利比亚购买了花旗银行等6只股票的看涨期权。 如果之后这些股票价格上涨, 利比亚能够赚钱, 但如果股价下跌, 利比亚将损失这些资金。 结果不难想象, 利比亚的投资血本无归, 但高盛却在其中赚了3.5亿美元的期权费用, 并且是在交易达成之初就挣到了钱。 最扎心的是, 利比亚在事后诉苦, 我们其实没搞懂高盛说的这些投资, 高盛也没有解释。 他们的北非地区销售经常给我们化妆品和巧克力, 给我们感觉是自己人。 高盛通过财迹变钱的本事, 由来已久。 2010年后的欧洲债务危机, 更是高盛布局的一场远超常人想象的大棋。 故事的开头是, 2001年, 希腊想加入富人俱乐部的欧元区, 但是苦于达不到欧盟要求, 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负债率不超过GDP的60%, 这个时候高盛来了,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金融操作, 凭空使得希腊的账面债务减少了2%, 后者最终得以加入欧元区。 希腊在付给了高盛3亿美元的佣金后, 干脆躺平了, 反正那些账面债务很漂亮, 而真正的债务复息时间被延长到了2037年。 再者说, 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希腊自己看不懂, 也没人可以问, 因为高盛要求他们不要把事情泄露给其他竞争对手, 释出反常必有妖, 虽然账面数字变了, 希腊的债务并不会因此消失,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撕掉了希腊的底库, 希腊只好站出来宣布, 2009年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分别高达12.7%和113%, 自己下的面含着泪也得吃完, 希腊经济彻底崩溃了, 国内是一波又一波的罢工, 国外还得一笔又一笔的借款, 而金明的高盛早已向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保险来转移风险, 还利用自己的知情人地位, 让旗下基金趁势做多CDS赚取暴利, 希腊不是最终目标, 遭受重创的还有整个欧盟, 希腊这个特洛伊木马被高盛塞进欧元区, 这场危机也最终演变为著名的欧债危机, 欧元遭到大肆抛售, 欧洲股价暴跌, 人们一度担忧欧元区可能就此解体, 一些阴谋论认为, 这是高盛与美国政府相互勾结, 一手导演了这场重创欧洲的危机, 事实真是这样吗? 从动机上来说, 这么做对美国和高盛很有好处, 当时, 德意志银行等欧洲本土金融机构, 是高盛在欧洲最大的竞争对手, 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也跟美国处处不对付, 而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 对美元的地位形成了根本威胁, 法理上顺理成章, 除了动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行动能力, 高盛也完全有能力在欧洲掀起这场风浪, 马里奥·德拉吉, 2002到2005年间, 是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盛副总裁, 2011年开始执掌欧洲央行, 此后长达9年, 前意大利总理蒙蒂, 现任英国央行行长卡尼, 前德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一新, 也都有高盛背景, 对此, 英国独立报发出惊人之语, 整个欧元区成了一个高盛集团的项目, 难道高盛成了欧洲的新主任, 但愿不是,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 高盛和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 都符合高盛和美国的利益, 并且为了这个利益, 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牺牲,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经济飞速增长的中国, 也早已引起了高盛的兴趣, 不得不承认, 高盛很会玩国家心理战, 金砖四国的概念, 就是高盛的经济学家在2001年首次提出的, 让很多国家都很受用, 不得不说, 美国国家力量加持之后的高盛, 是站在全球高度玩游戏的, 把国家当棋子, 不过, 中国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 但对金融的态度始终谨慎, 尤其是对于境外资本, 高盛作为一家外资投行, 很难像在其他国家一样, 在中国进行类似的骚操作, 但是高盛擅长特洛伊木马战术, 也善于转移矛盾,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 高盛的传奇CEO保尔森亲自出马了, 保尔森在他的自传, 与中国打交道, 亲历一个新经济大国的崛起, 一书中写道, 高盛进入中国内地, 始于香港, 1992年, 保尔森通过一位姓董的香港商人, 让高盛参与投资了北京长安街1号的东方广场, 持股13%, 两年后, 保尔森在人民大会堂里宣布, 高盛北京代表处正式开业, 地址位于相隔不远的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 进入中国市场后, 高盛一度力挺中国, 或者说很了解中国文化, 做了很多政治正确的事, 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还是高盛董事总经理的胡祖六断言, 人民币不会贬值, 力挺中国经济, 1999年入市谈判, 美国最后关头突然变卦, 胡祖六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 抨击美国政府, 保尔森自己也在2000年担任了清华大学金管学院的顾问, 并以高盛的名义捐赠250万美元, 他还带着一家老小前往中国偏远的西南农村做志愿者, 住着20元一晚的旅馆, 当然还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2003年, 保尔森不顾北京的非典疫情, 成为非典中首个前往中国的跨国企业CEO, 患难之交, 对中国人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作为回报, 保尔森最终成了官方认证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如何冷静看待这个称谓呢? 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的老布什, 也曾对中国发起过制裁, 在中国街头吃面的拜登, 也叫嚣着要让我们守规矩, 总之, 奢望外国人对中国怀有善意, 就是鱼虎毛皮, 当然, 戴着中国人民老朋友帽子的高盛, 在中国的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2004年12月13日, 高盛于国内的高华证券, 设立了合资公司高盛高华, 高盛持有合资的高盛高华33%股权, 其余股权由高华证券持有,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高华证券实际上是一家傀儡公司, 它成立于2004年10月18日, 股东包括联想控股和方峰雷等三人, 方峰雷等三人的注册资本, 共计8.04亿人民币, 几乎在同时, 方峰雷等三人向高盛借用国际商业贷款9,775万美元, 按照当时汇率也是8.04亿元, 是的, 又是一波特洛伊木马式的操操作, 高盛成功地绕开了证监会此前, 合资券商外资持股比例上限为49%的规定, 要不是还有个联想几乎实现了完全控股, 而我们国家直到2020年, 才放开券商外资持股的相关限制, 高,实在是高, 高盛在2004年就利用高盛高华的全牌照, 高盛在中国内地能做几乎所有的券商业务, 包括一般合资券商不能涉及的A股经济业务, 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对高盛敞开了大门, 而盛起至难的中国企业, 准备好面对高盛这条鲨鱼了吗? 谈起高盛于中国企业的故事, 就绕不开中航游, 也绕不开陈九龄。 1997年, 36岁的陈九龄被派往管理中国航游公司, 当时这家业务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司, 只有他和一名助理, 以及从总公司带来的16.8万美元, 那时公司没有业务, 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然而, 陈九龄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将中航游的净资产增加 直至2003年的1.28亿美元, 总资产近30亿美元, 他个人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亚洲经济新领袖, 若选北大杰出校友, 他的年薪曾高达人民币2350万元。 中航游这堪称奇迹的七四回升, 陈九龄是如何做到的呢? 从石油衍生品交易, 我们不难看出端倪。 在2002年的年报显示, 中航游凭投机交易开始疯狂盈利。 陈九龄后来也在狱中说, 最开始的时候利润非常巨大, 相当于当时的200万桶石油。 在暴力的驱动下, 陈九龄越陷越深, 彻底迷上了这个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游戏。 金融市场总是善于教训, 尤其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精良的人。 2004年10月, 陈九龄在石油期权交易中, 给中航游累积造成损失达38.6亿人民币。 公司宣告破产, 他个人锒铛入狱, 事情的反转来得太快,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毕竟按照国家规定, 中航游只被允许在国际期货市场上 做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交易, 并不包括石油期权交易。 而中航游自己也有严格的封控原则, 损失超过20万美元, 必须报告给风险管理委员会, 超过35万美元, 必须报告总裁, 超过50万美元, 则必须斩仓。 算下来最终的亏损额足够斩仓110次了。 中航游的封控系统为何失灵? 而陈九龄自己也曾发出12封电邮让交易员斩仓, 为什么就是无法斩仓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又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盛, 这次又是他布了一个局, 陈九龄只是一枚棋子。 第一步, 高盛旗下的节瑞公司先以低价卖给中航游一个期权产品, 让中航游肯定能赚到钱。 面对这样的诱惑, 陈九龄将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抛到脑后, 他认为身在海外并且受新加坡法律管辖, 公司进行投机交易很正常。 第二步, 鉴于推销的高盛顺利地让中航游购买了另一个产品, 展期三项式期权合约, 这是一个比普通期权还要复杂多倍的金融衍生品。 高盛嘴上说是为了给第一个产品对冲用的, 实际上高盛自己冲到了中航游的对手盘。 第三步, 按照这个衍生品的设定, 油价下跌, 中航游获利反之一然。 当油价从40多美元开始上涨的时候, 中航游的账面上立刻出现了一笔580万美元的亏损。 陈九龄想斩仓, 但高盛建议挪盘, 出于对高盛专业性的信任陈九龄照做了。 随着油价越涨越高, 亏损越来越大, 人性的弱点也被无限地被扩大, 这时候想斩仓比从自己身上割一块肉都难。 在这个航道摸爬滚打上百年的高盛知道, 此时的陈九龄已经可以任人摆布了。 高盛又找来日本三井驻友银行, 向中航游放债以补充保证金, 陈九龄也接受了。 第四步, 当油价最终超过55美元的时候, 高盛知道该收网了, 因为万一油价又跌回去, 中航游不就扛住了吗? 日本的三井驻友, 英国的巴克莱资本开始猛催中航游的借款, 高盛作为对手盘则开始逼仓, 两下夹击之下, 陈九龄再也顶不住了, 合约不断被强平, 最终的损失达到了5.5亿美元, 自己也锒铛入狱。 有的正面突破, 有的侧面袭击, 还有的内部干扰, 每日英之间打得好配合。 但如果把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衣服扒开, 里面藏着的还是高盛,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但中国企业却潜伏后继地在金融衍生品上栽了跟头。 2018年12月27日, 中石化股价突然大跌, 市场传闻中石化下属的联合石化总经理陈波被撤职, 原因是他在油价处于70美元以上的时候买入看涨期权, 最终造成数十亿美金的亏损。 而多个消息源显示, 联合石化设计的油品期货交易判断和衍生品选择, 也受到了高盛很大的影响。 2020年的原油宝事件, 给中国银行造成了90亿元的损失, 很多客户甚至道歉银行的钱, 又一次凸显出中国企业在金融衍生品领域的稚嫩。 据美国媒体报道, 高盛则利用这个机会大赚了十亿美元。 更令人费解的是, 尽管高盛某些程度上已经称得上是臭名昭著, 但高盛在美国是鬼, 在中国却是神。 很多企业看到高盛入场, 依然潜伏后继地踏入圈套, 东航、国航、中国远洋、 深南电等公司纷纷中枪, 损失惨重。 而高盛也不满足于猎杀部分人傻千多的企业, 它对中国各行各业的渗透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银行业, 中国工商银行号称宇宙第一大行, 但很少人知道高盛曾持有工行7%股份。 在金融市场, 高盛甚至可以呼风唤雨。 2010年11月, 高盛发布了一份畅空A国的报告, 立刻引发户值162点的暴跌。 2011年, 高盛大笔减持工商银行, 又引发外资做空潮, 导致户值连续两天暴跌。 A国好不容易憋出来的一波反弹行情被扼杀了。 房地产行业, 高盛在2005年以1.076亿美元买下上海百藤大厦, 成为上海当时最贵的一笔地产交易。 此举直接拉抬了上海房价。 另外, 高盛还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持有多处地产。 在更多的行业, 高盛凭借自己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地位, 担任很多中国骨干企业走出去的顾问和承销商, 涉及的中企包括中国移动、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化等, 无一不是关乎国际民生的行业龙头。 《环球时报》还在一篇文章中说, 高盛掌握的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 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 高盛对中国经济数据的预测, 与国家统计部门事后发表的数据, 经常出现惊人的一致, 甚至连小数点后的数字都分毫不差。 你以为这就没了吗? 高盛对中国人的了解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 中国人爱吃,尤其是猪肉, 年人均消费达到了80斤, 总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 实际上,高盛已经进入了中国的肉制品领域, 同时入股了双汇和羽润两大行业巨头。 2006年,高盛控股的罗特克斯公司 以20.1亿元购得双汇集团国有产权, 相当于高盛持有双汇发展约31%的股权, 这个有着国民记忆的火腿肠品牌, 在很长时间内属于一家美国公司。 不仅如此,高盛还斥资2到3亿美元, 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 全资收购了10余家专业养猪厂, 试图收拢整条产业链。 据称,高盛收购来的养猪厂, 一般都是转手给他人承包, 而自己只控制最为敏感的价格部分。 的确,中国人对猪肉价格相当敏感, 甚至中国经济的运行也得看猪肉的脸色。 过去两年的猪价飙升, 几乎占到了CPI同期涨幅的三分之二, 而CPI指数又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当时曾有经济学家高呼, 别让猪肉绑架中国的货币政策。 以上已经足够细思极恐了, 但高盛在中国猪肉产业的布局, 再一次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高盛为什么要成为双汇的大股东? 这个问题在2013年9月有了答案, 双汇发展的母公司万州国际, 宣布以71.2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 与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收购相比, 这桩收购案成功地通过了美国的安全审查, 而且出奇地顺利。 为什么如此顺利呢? 因为美国人是最大的赢家。 长期在破产边缘徘徊的史密斯菲尔德公司, 得到了中国资金的书写, 高盛等美国投行借此可以更方便地退出套现。 美国的猪肉产品可以借此机会。 大举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 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双汇自己可能要面临严重的同业竞争问题, 而如果美国猪肉大量涌入, 会对中国的肉类产业造成冲击。 好一波骚操作, 好大的一盘棋, 这次连人民网都看不下去了。 发文称, 双汇并购美国肉企, 是高盛们的一场羊毛, 这还不算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美国金融大鳄罗杰斯说, 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 有业内人士担心, 继中国大豆沦陷之后, 生猪养殖与猪肉正在成为外资的盘中餐。 由此引发的粮食安全隐患, 不容忽视。 的确如此,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 各国死保农业底线, 中国民众争相节约粮食的惊天, 高盛的所作所为尤其值得警惕。 高盛到底想在中国获得什么? 恐怕还不仅仅是金钱,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高盛? 恐怕也不能当普通的跨国公司来看。 跨国公司起源于殖民时代的海上贸易,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英国通过各种手段, 将印度地盘上的其他国家一一挤出。 而东印度公司则用了92年, 实现了印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统一, 成为了印度的实际控制者。 泰晤士报评论说, 东印度公司在人类历史上, 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 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 一百多年后, 美国的跨国公司再次远渡重洋而来, 又打着什么算盘? 人民日报说得很直白了, 侵吞中国经济的红利, 锦中长鸣, 中国虽不是印度, 也不能放任高盛成为东印度公司。 后续我们更应该敲打敲打国际金融巨大。